來這裡來看一下第五題的部分 螢幕說 規模 每差0.2 釋放的能量大概差了兩倍 然後呢又說 那如果呢規模是每差量 就差了 這裡所講的32倍 這裡有去算一件事情 他每差1 跟剛剛每差2.5 題目本身應該有發現的是 這個0.2 跟這個1 差了5 所以他才會去說釋放的能量呢 這裡的原本的兩倍的五次吧 意思提醒的是 我們的規模在算的時候 他常常考慮呢那個鎮央到底呢 距離有多遠 他常常考慮呢那個鎮阻到底有多大 也就是說呢 有不同的地震規模 也許聽到了有 所謂的體波 兩面波 所以就有分呢 我們是利用P波 而計算的地震規模 或者利用S波 而計算的地震規模 或者呢利用的是呢 所有波的最大值 而造就的地震規模 總之 我們都是取 他 那個地點 到底距離鎮央國人 而且他的最大震幅 不管是P波 或S波 或所有波的 最大震幅 我們都是有一個數學式在做計算 計算的過程呢 會有一個件事情叫做取Lock值 所以這裡才會看到幾次方這件事情 都有取Lock值 來 那譜論如何 這裡呢 你去記一件事情 因為他有告訴了你 規模每差1 他的能量差了成12倍 上面呢 是規模 差1 那下頭呢 那個32告訴你的是 他的能量 那麼 這裡題目他說 在日本發生了一個地震 然後說 他的規模是9.0 跟我們921大地震7.3 到底差了多少倍 那老實說 你也不必慢慢算 理由就叫做 一個9.0 一個呢 7.3 所以他們差呢 大於 1 答案一定呢 是 32以上 因為這裡呢 題目都已經告訴你了 差了1 是差了32倍 這裡9.0 跟7.3 等於呢 差了1點多 所以呢 一定是 大於 32 所以你是挑出選項 那下面呢 就有四值時間 再去仔細地算出來 所以呢 他如果沒有前面這一句話 所以你沒有記呢 他可能規模差1 差32倍 就會花點 但是他是有給你 前面這一段話的 所以你用前面這一段話 應該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大概 然後 有一次 他可能會有 一步